花林县议会的财政小组9号 包括了召集人黄鑫 县议员谢国荣 庄之财黄灵兰一行人 特别来到了花林地震事务所 了解相关业务的推动情况 也关心辩明措施的实施内容 花林县议会财政小组 召集人黄鑫 县议员谢国荣 庄之财和黄灵兰 花林县议会地震处长一行人 和花林地震事务所同学们 9号上午前往现场来 进行业务考察 由花林地震事务所主任 洪淑丽说明业务的执行内容 以及为民服务变革的方针 召集人黄鑫表示 业务地震业务关系到 人民中央的土地权益问题 希望透过考察的行程 进行双生的交流 共同来为谢民来做最好的服务 地震业务在我们花莲的部分 他们也涵盖了绣岭新城 还有花莲市吉安乡 各项业务的一个地震业务的一个推动 藉用他们的所有的专业人才 在这个区块努力的一个服务 各项业务其实我们花莲了 其实是推动的很好的 包括中午时间 都可以来申请地震腾本相关的业务 他们也都没有休息 对于节能减碳的部分 资本的部分 这几年他们也持续 减少资本的一个输血 尽量用资讯来通知 或者是甚至可以夸乡镇来做服务 那现在是便民的一个各项的工作 真的是有很大的要劲 包括他们也到自己工作车的部分 到地方去做第一现场的一个服务 包括测量 其实这个大太阳天 真的也是真的讲 能够做到面面俱到 实在是不容易的 包括人眼的异动各项 那我相信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考察是希望 能够听到他们基层的声音 那我们将意见带回去议会 在各项议会的工作 我们也会互相的努力来协助 以及做好监督的一个工作 这个是硕名所托 那这边非常谢谢各位 对我们议会 对于我们相关公务部门的 一个工作的一个协助 当然我们也来鼓励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把所有工作能够做好 各项的业务的部分 都能够顺利来做推动 尤其是我们现在 比较大项的像我们的 国土规划的部分 现在来到第三阶的一个计划的 也是要透过地震单位 来协助跟推动 以及我们花蓮的 大花蓮的都市计划的部分 涵盖新城花蓮市吉安巷 将来是一个大花蓮的都市计划来推动 我相信将来的工作效率会提升的 都市计划的部分除了主计划 主要的计划之外会经过中央的 中央的认定跟好合之外 那么子计划就是比较细部计划的部分 我们地方自己就可以来做推动了 赵金人黄欣表示 由于科技之一月限的情况之下 也希望地震人员能够应用时代的潮流 来变革所谓申请的作业简化复杂的流程 以变迷的方式让新闻有感 地震业务才能够更有效率 记得终于黄师伯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